小恐龙平时喜欢摊小便宜 这天花小楼上厕所 在厕所里捡到一只钢笔 便拿回教室问 我捡到一只钢笔 是谁丢的 小恐龙一听连忙站起来说 我的我的 这笔是我丢的 确定是你丢的 对对对 这是我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怎么可能会认错 会还给我吧 可是 这笔是我在你厕所捡到的呀 放学后 叶小龙对响恐龙霜 小恐龙最近新开了一家店 咱们去试试吧 新开的半天 应该会打折吧 走 去试试 胡植海喝一顿后 结账时发现要一百块 可怕小恐龙心疼坏了 第二天小恐龙低着头 坐在椅子上 叶小龙便问他 你怎么了 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 没有 就是想上厕所 那你赶快去呀 可是昨天吃了那么贵的东西 就真要没了太可惜了 我要让他在我肚子里多待会 叶小龙和小恐龙到便利店买东西 拿好东西后 叶小龙发现钱不够 我没带够钱 你有钱吗 先借我点 小恐龙跳了两下说 一搜 能送出来一块钱送我书 到了第二天 叶小龙出去散步 看见小恐龙从便利店里走出来 手里还拿着零食 便冲过去拦住他 生气地说 你不是没钱吗 怎么买的零食啊 我说的是你搜出来 一块钱送我书 可我只有五毛钱呀 我说的是你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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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搜出来